各位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永春是刺客拳吗 那首先呢 我在这个视频下面有一个网址 那网址里面呢 就有我今天所有的这个 presentation 也就是我的这个 和大家这个 分享的这个照片啊 这个文帖啊 通通都在里面 所以我希望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下载 那个到那网址去 把这些东西下载了 这样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分享的时候 大家有这个 这个图片在手 可以做笔记啊 笔录啊 然后很多东西 我也不会一一说 那大家可以在 这个网址上面看清楚 我说的是什么一回事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说更多东西 那这个 延期在什么呢 就是 好几天前 就有一位这个永春拳的朋友 他就 这个短信问我 他说永春拳 是不是这个 刺客拳 他说有人说永春拳 是刺客拳 那我那个时候和他 开玩笑 我就把这个 照片 po给他 我说呢 你看过大花西游 这个是谁 是紫霞仙子嘛 这个叫夜光宝盒嘛 对不对 那我说 看过这个 看过这个紫霞仙子 夜光宝盒 那就知道他是谁 那就不要问我了 然后我说 如果说这个 你练永春拳 你看过延永春 那你也不必问我 这个永春是刺客拳 你练什么拳 你当然就 就是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那紫霞就是紫霞 如果真的把他 起回家当太太 那就是 就是太太 就是紫霞 对不对 那我跟他 闹他 开玩笑 因为我也不 不把这个说 这永春是刺客拳 我不把这个当真 因为我说 这个是开玩笑 那结果呢 他就寄了一个 视频给我 他说这个是 大陆的专家 这内地中国 内地专家 说的 这个就是这个 视频 然后呢 我就看了视频 我看了视频 我说胡扯 然后 我在网上 我也有发了一些 这个我的意见 然后就有网友 说 哦 你这个 要不要反驳他 然后呢 也有网友说 这个 不然应该 做一个视频 以正视听之类的 那 我看到的是 什么视频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中国 功夫使 邀请 习 浩风 先生 敬请的 这个 这个 独家 专访 那事实上 我不知道 谁是这个 习浩风 先生 因为我是 西谷的工程师 设计工程师 这个 演电影的 这个 这个文人 默克 离我很远的 然后呢 我才知道说 习浩风 先生 原来是这个 一代宗师 和师父的 编导 然后 他说 这个 勇春拳 是刺客拳 然后呢 说这个 勇春拳 不属于 这个 兵营5G啊 很多这些 然后这个 说这个 李小龙 练勇春拳 是他 是去 刻意 练健身 其他练勇春拳 都是保持在 一个 体弱 形象 因为当刺客嘛 记他说的 然后还有说 这个 前进 勇春拳的前进 那 其实前进呢 是我手上 有一个 长肝的大枪 然后呢 又说 这个标志 勇春拳的标志 是我反应 没有你快 我没有力量 可以利用 这个 杠杠 然后又说 他是这个 借王家 为一代 宗师之福 主要在那里 看了大量的 这个历史资料 然后呢 又说 这个 比武最重要的是 头不躲 那就说 这个 可以去查 勇春 教学视频 或者是到海外的 这个 勇春教练那边 去看 这证明之类的 然后又说 这个勇春 这个是夺位置 那 事实上 看这个东西 让我想起 一件事情 那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事情 谭词同 告诉杜兴武 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 不管是因为朝廷腐败无能 主要还是因为明智未开 想要救中国光杀几个贪官恶霸 那没什么用 需要像当时的日本那样 通过维新变法 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不受洋人欺负 我看了那个 那个刚才那个访问 我就想起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念小学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快六十岁了 我当年在这个马来西亚 冰城念小学的时候 那那时候听故事 那到初中系的时候 也听很多这个中国人的 这历史故事 那个时候在这个初中议 在那时候寒江中学 我就很喜欢这个 这个谭词同 那也记得这个谭词同的 我治横刀向天校 气流肝胆两昆仑 这个谭词同是我的 那个时候的心目中的英雄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他可以为人民牺牲自己 然后这个杜心武 杜心武后来也就是 这个去刺杀 这个慈禧因为谭词同被杀 然后杜心武后来就 是这个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保镖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这是英雄 那这个英雄所讲的话 而且他们是 真的是这个搞革命 这个为人民为国家 就是可以牺牲自己的 这个就是谭词同被斩首 那我喜欢的这个东西 我知道的这个中国历史 和这些在这个一代宗师上面 在金楼上面风花雪叶 搞暧昧 然后这个 这个固弄玄西 禅非禅 的确是禅非禅 一看这个就知道说 是没学过禅宗 没有拜过师父 没修炼的 你说要这个修过止观啊 这些真的是这个禅宗 参破话头的 会这么样做吗 不会的 所以我呢 就觉得呢 就是应该 现在应该把 永春泉的 永春泉的 这个历史的资料 从很多不同方面的资料 让大家可以看 永春泉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教育 不需要这些东西 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东西只是把永春泉 推到灭亡的这个路上 那我们呢 我说过我是工程师 这工程师做事情要客观 要以资料说话 让资料 让资料资讯 自己去说话 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 所以接下来 我要这个让大家 这个和大家分享 永春泉是什么一回事 那 要这个永春泉 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教育的 在统计上来说 我们这个永春泉有四百万人在学永春泉 中西有四百万人在学永春泉 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那 大家 这个 有一个基本教育 事实上是对每一个人 对永春泉 对永春泉 跟祖宗 都是好事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在美国 你看在这个欧美 事实上全世界 都在做一件事情 什么呢 某某永春 Mark永春 Peter永春 Joe永春 那事实上这个合不合理 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这个 这个Mark永春 这个Peter永春 就是好像这个 又来一个这个 刺客永春 好 那我们以这个常理来说 比如说我们说 牛顿的物理学 那我们学了牛顿的物理学 我们会说 我的名字叫Hendrick Hendrick 牛顿物理学 我会这样讲吗 或者是你是这个 王某某 叶某某 那叶某某牛顿物理学 王某某牛顿物理学 可以这样讲吗 或者是 哈佛物理学 物理学只是物理学 牛顿物理学 就是牛顿物理学 我学了牛顿物理学 那还是牛顿物理学 而不能说 我就可以发明一个 我自己的说法 那就是一个 我的Hendrick物理学 这没这回事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需要一个教育 这是中国文化 如果真的要这个发扬光大 那需要知道一个教育的 那需要知道一个教育的 不能说这个 这个 胡白 那我们现在来说 什么是永春全 我们回到这个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 我们来看什么是永春全 因为我们知道永春全的名字 是开始 是开始在那个时候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那个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 那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呢 这隔地天地位的首领 有一个首领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李文贸先生 李文贸呢 事实上他是这个 广东 这个佛山这个穷花会馆 广东的一个 以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演员 是演武打的 那他呢 就领导起义 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 这个红船领导起义 那是1853年 那在那个时候 他是所述天地会 所以大家这个在历史上可以查到的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 是确实有这个人 而且可以历史上查到 他也有遗留 这个遗物下来给我们看的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易经先生 易经先生呢 他心意明经 他是在红船里面 就是李文贸起义那个时候 在这个红船 李文贸那个时候 那个红船 那些西班中的一个 清衣 也就是正旦 所以他也叫做 称他叫做正旦经 然后正旦经本身呢 他就 遗留有一套 红船时候 那个时候 所传成的这个小链头 套路 以他的隔绝 这几代来都传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是人证物证都有的 然后在这个 易经先生所遗留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他的文物之间呢 有这个永春拳 在练习这永春拳 他有一个收拾 他这个收拾呢 他是他的绝是叫做剑子旁轴成英雄 然后呢 那其中六点半棍的记载 六点半棍 他有绝 他有绝的 那六点半棍呢 他有七 七个绝 因为一半就是一个绝 他前面的六个 六点就是六个绝 那这个半点这个绝呢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半点植物定太平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候 在这个1853年那个时候 永春拳 事实上永春拳是琼花会馆 这个红川 红川戏班中 天地会的拳术 这是他其中的一支 好 所以天地会它很大嘛 那这个永春拳呢 是在这个琼花会馆 就是这个红川戏班内的 这个天地会 这个人言意识的这个 这个权术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就是易经先生所传的 这个 剑子旁轴成英雄的这个知识 这个就是剑子 这个就是旁轴 剑子旁轴成英雄 英雄 我下一个slide和大家 来 来这个 探讨它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动作 事实上是细菊的 这个动作 它的同类 所以当时 做这个动作 就代表了 它是 细菊 细菊这个 这个红川里面 天地会的一支 好 那 这些东西 就是历史 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 去看 去查的 确实有真人 真事 正史上面 可以记载的 然后 我们这个知道 有一个李文茂先生 好 就是带领这个 红川啊 这个西班 这个义士 比如义经 这个起义的 另外有一个人 要我们要这个 要注意的是 刘立川先生 那刘立川先生呢 是属于小刀会的 福建小刀会的 福建小刀会的 那这个呢 所以我们说 永春拳是 琼花会馆 这个广东 红川西班中 天地会的拳术 这个是有证据的 因为 义经先生 本身学习永春拳 他的这个 这个 那个时候的 他的这个 这个 礼 这个礼 因为中国人练拳 一定有拳礼 这个这样是这样记载的 而六点半公里 是这样子记载的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 就是事实 所以我们知道 什么是永春拳 那永春拳 不是什么刺客的拳 永春拳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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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川西班 天对会 的 这个的拳术 那 在这里 我们也要 很小心的 这个 红川西班啊 有 前红川西班 后红川西班 不同 因为呢 在这个 李文茂先生 和一金先生 这一伙人 在这个 起义 然后呢 李文茂 先生 起义失败后 满清政府是 进 广东西的 把红川 进起来的 等到 十几年之后 那才有 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 红川西班 出现 所以呢 1853年 那个是属于 琼花会馆的 之后 十几年后 再开的 那就不是 这一班 这个 沿班 人马了 因为他们 这个 李文茂先生 失败 然后他 去世 然后那个 易经先生 也离开了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要知道 这个 大家在说 这个 红川西班 永春全是 红川西班 从红川西班 传出 我们要知道说 到底是 那里一个 时期的 那在这个 1853年的时候呢 这个 小链头呢 有分 四段 不是今天的 小链头 它是一长套 那 这个 长套呢 今天的 三套 拳呢 相当于 当时的 一套 小链头 所以 这个是 在历史上 这个是 这个是 证据 好 我们现在 讲这个 字叫做 英雄 英雄 是什么 东西 好 那我们 刚才也说 这个 琉璃川 小刀 会 那 那我们就 来看 英雄 是什么 事情 那要 解这个 英雄 1853 英雄 之谜呢 我们就要到 上海 点春堂 那我们知道 上海 点春堂 是这个 上海 小刀会 的 指挥部 好 那这个 他也有 在今天 我们还可以 看到这个 点春堂 里面的 这个 顺天 红阴 红阴 金兰 那 我们知道说 上海 小刀会 起义 是 1853 这个 琉璃川 刚才我们说 这个 琉璃川 就是这个 琉璃川 是小刀会 领袖 之一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义经先生 所留下的 那个时候 这个 六点半公的诀 他说 半点直五 定太平 太平 是指 太平天国 那个时候的 定太平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 符合 中国正史 那个所谓的 太平 就是 太平天国 那 我们也知道说 义经先生 是这个 是这个 和这个 李文茂先生 他们一伙的 那是 在知识 今天起义 那个时候 太平天国起义的 那 在这个地方 他遗留的 剑子旁轴 成英雄 这英雄 二字 那我们要解 这个英雄 二字 怎么解呢 我们去看 当时 第一 支持这个 太平天国 起义 和这个 名将 士达开 那个时候 支持 那个时候 今天起义的 是 什么组织呢 就是 菜里佛 菜里佛 权的组织 菜里佛 里面 有这个 红阴 直胜 英雄 永胜 你看这个 英雄 字出来了 那 你看这个 菜里佛的 对联 这个英雄 出来了 那我们在这个 上海小刀会的 点春堂 可以看到这个 红阴 金兰 这个顺天 红阴 这些都是当时 天地会 反清组织的 共同 言词 所以呢 从这个 地方 我们知道 英雄 也就是 剑指 旁轴 成英雄 的英雄 就是指 这个 天地会 的意识 所以他说 剑指 旁轴 成英雄 那这个 也是 在证明了 说 这个 永春拳 的确是 天地会 的前述 在这个 穷花会馆 红传之内 这个 天地会的 前述的一支 因为天地会 很大嘛 对不对 你看这么多的 这个领袖 在那边 所以 这个 是 这是肯定的 永春拳 是 穷花会馆的 这个 里面 天地会 前述的 这个 的前述 那个是肯定的 这些都是 都是这个 Data 就是这个 资料 来证明的 那 我们从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看那个时候 这个 蔡里佛 这个 上海小道会 我们 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 Verify 也就是说 在这个 印证说 的确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们 看东西 如果说 只是一个 看一点 不准 那你说 这个 易经先生 他有这个 剑子旁周 成英雄 那你说 英雄可以 我们这么解 都可以 可是我们 整个大历史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正史上 发现的 发生的 东西 这个 天地会 然后呢 比如 蔡里佛 小道会 那我们就可以 从多方面 来印证说 的确 是这么回事 永春全 就是这么回事 好 现在我们 要解这个 永春 是什么意思 永春到底 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呢 我们到上海的 点春堂 我们就可以 破解这个谜 永春的意思 就是 歌永戏曲 所以永春全 就是 歌永戏曲 指之全 也就是 西班的全数 红传 西班的全数 那当然 那个时候 的全数 会可能 会有很多 不同的支流 可是 永春全 是 这个 这个 红传 西班的全数 那就是 永春全 那你说 我说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证据呢 除了刚才 我们说 这个看 证实啊 种种 这个 这个资料啊 我们知道说 他永春全 就是在 那个时候 的全数 参加 起义啊 之类的 那其实 我们到永春 这个点春堂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可以破解 这个谜的 这个就是 这个 一元 这个 一元 点春堂 这点春堂 对面呢 就是有一个 打唱台 那大家有 这个永春全 的朋友可以到 这个地方去 看 那这个 点春堂 建议 这个道光 就是1820年 那因为 这个 我们到1820年 我们就知道说 那个时候的 这个春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 比如说 今天我们说 粉丝 粉丝 那你说 一百年 两百年之后 大家说 你那个 2017年的时候 粉丝 是什么意思 你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的历史 来查 你就可以查得出了 点春 在这个地方说 点春堂呢 是以 苏东坡的 词迹 这个 翠点春 而得名 但是 点春 在这个地方 暗逸 点看 喜欢的 戏曲 和演员的 意思 因为 点春堂 对面 就是一座 大戏台 所以我们可以 斩钉截铁的说 永春 就是 歌詠戏 习者 之前 也就是现在说 演员 电影明星的 权术 这个 就是这么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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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的 所以呢 从这个 起义 到这个 所谓的 英雄 到这个 从点春堂 看那个 1820年 那个他们用字 他的意思 我们就知道 一件事情 永春 就是 歌詠 戏曲 者的 权术 永春 绝不是 刺客权 所以 如果说 是这个 叫什么 这个 这个 借 王家 为 一代 宗师之福 看了大量的 这个历史资料 那 不会搞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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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 是刺客权 的问题 为什么呢 那 研究历史 要 多方面的 看 把资料 拿起来 看 所以 这个东西 都是环环相扣的 可以知道说 永春是什么回事 好 那个是说 这个永春的名字 和永春的权 那永春的权术 是什么回事 永春权 是南方 少林 短打的一支 它是 这个 南方 因为永春权 是在广东 所以它是南方 它是少林 短打的一支 好 那这个事实上你说 有没有证明 当然有 好 短打 我们可以 从 七级光将军的 孝季新出 全经解药 好 追踪到 这个 少林的 这个短打 这个 呃 前经 呃 全法 哦 追踪到这个 刚才我们说 这个易经先生 198 1840年 那个时候的 这个 小念头节 追踪到 1972年 叶问中师的 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访问季 这个 这个传承 这个 从这里到现在 是有脉可循的 有脊可循的 然后呢 啊 这个 从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1840年 我们就知道说 在这个地方 他有了这个 额媒十二庄的介入 他这个 融合了额媒十二庄 也融合了百合 这个福建的百合 永春泉 那 主流 这个 这个 这个脉 主脉 血脉 还是 少林寺的短打 少林寺的短打 哦 那 这个少林寺短打 可以 推回到七季光 哦 哦 那 这整个少林 呃 这个 永春泉的 这个 泉塑 技术上的 沿流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这个是 呃 大家可以 这个 在证实啊 在这个 资料上 查到的 所以是不是 任何一个人 单方 某一个人 这个 可以自言其说的 哦 那 我们来 一个一个看起来 说是否 是什么回事 我们刚才说 从这个七季光将军 这样子看过去 哦 这个 从七季光将军 可以从这里看过去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回来 哦 所以我们知道说 短打 永春泉是 南方少林短打 那南方少林短打呢 它是属于少林的 它是研制少林 然后它在1800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之前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 演变 那那个时候 有了这个 额眉十二庄 的内容 和这个 百合永春泉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 1840年的小念头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从这个 相当五百年前 到现在 哦 这个 这个事情是 我们是可以 一个一个去 这个 这个探讨的 好 我们先说这个 我们现在从这个 现代讲回去 我们看一个一个东西 它是 是什么回事 永春泉在技术上 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这个 1972年 叶问宗师的 访问季 在这个 1972年的 这个 这个香港杂志 新五下里面 可以看到的 在这个地方 叶问宗师 有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哦 那 在这个地方 它在解这个 来流弃宋 也就是来流弃宋 拓手之冲的时候 解这个宋 这个流制 流制 就是接 哦 这个是接 他也说了 他说 结五 向横拨 或向左右摆动 这是接 流 就是接 大家有信息 可以把这个 文章找出来 这访问季 找出来 来看 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 研究 这个 永春泉 要 要 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 这个文显 这个阶制 相当重要 这个阶制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个传承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在这个 少林 全 全经 备要里面 这个全经 备要里面 他有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这少林 全经 全备要 他有一句话 他说 短打 胜 长全 何也 他说 短兵 易入 常来 短戒 灌入 生 流 这个 页问宗师说 流就是 街 就是这个街 因为 永春是 大家都知道说 永春是 这个贴身 短打 这个是 短打 所以流 就是街 好 流就是街 所以呢 从这里 从 从叶问 中师 的访问季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 永春全 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72年的永春全 事实上 和这个 这个 1784年 因为这个是乾隆年间的这个作品 它是一纸的 一纸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说这个永春全是短打 贴身 短打 永春全是 少林全是 切身短打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证明了 就从这个 叶问宗师的 对这个 永春全 觉得这个 这个很 这个 来流 去送 脱手之冲 在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 描述 我们知道 对比之下 我们知道 它 事实上 和这个 少林 短打 是一纸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1840 1853 那个时候的 易经先生 所留下来的 这个 易经先生 所留下了 小念头 割却 与少林 短打的 关系 在这个 易经先生 留下 小念头 全解 他说 怎么样呢 这开始 他说 眼要对手 手要对心 手重新发 一丝不苟 所以现在永春全 大家在说 一心 手重新发 手重新发 事实上 他前面 还有这个东西的 好 然后 然后在后面 他有一身 一缩 柔中 带刚 刚中 而柔 这是 静如 平波 动如 翻江 那这所谓的 一身 一缩 要怎么解呢 这个要解呢 就要到 少林 前经 前法 备药里面 你看他说 怎么 这个全家密要 总是 总要一个身法 身法指 亦如用兵之主将也 身法有三 缘也 亦 身说 身说指 如荣之灵便 如虎之快力也 所以我们从这个少林 全经 全法 备药 我们知道 什么是一身一缩 不能说我们这个 要这个自己怎么样去翻 一身一缩 是我的手的一身一缩 不是 这个是身法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 这个是通的 少林 这个 前经 全法 备药 通的 通的 好 那 我们知道说 大家知道嘛 那练永春全都是 手重新发 手重新发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一心 的永春全 的全觉 和我们的这个 现在永春全所说的 也是通的 我们知道 那至于这个 小念头割裂和 额眉 十二状和百合 这个永春百合的 关系呢 这个是 易经 先生留下来的 小念头的全觉 他说 开始说 吉义会神 平坚党 两手 全起 分阴阳 然后呢 他自己说 神迹 直着 袖底旁 玄晦自然 顺 麦器 然后这里说 一刃 自然 气麦长 看看这个地方 而梅 十二状的 结 气 平 正立 平坚党 两掌 前起 半阴阳 看到没有 好 这里说 这里说 会喝 汇喝 丹田 毒麦 酱 这里说什么 换喝 丹田 毒麦 酱 这里说 全身不可 着力量 一刃 自然 顺 气 脉 这里说什么 玄晦 自然 顺 气 脉 还有这个说 掌迹 这个叫做 神迹 直着 神迹 直着 秀底旁 这里说 神迹 掌心 秀底旁 你看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发现说 这个 神迹 直着 秀底旁 玄晦 自然 顺 麦 气 这些都是属于 额眉 十二桩的 然后 要很小心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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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诀中的 这叫做 秀底旁 秀底旁 事实上是 秀底 是指 额眉 十二桩 之秀底境 这个秀底境 和这个 百合 永春 福建 百合永春 前的 春境 节历 那是不同的 因为秀底境 它有它的定义 它有它的定义 然后呢 这个 之所谓的 这个 顺 自然 顺麦 气 比如一任 自然 顺麦 气 这些 那 这个是 以额眉 十二桩 修 气 脉 之法 不同于 这个永春 百合拳的 呼吸法 这个可以知道的 因为在拳术 你知道那个 拳 拳 套拳 你知道那个 诀 你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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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眉 十二桩 的 现在我们可以 有这个资料 可以看到 炼法和 百合永春 拳 它的 春境 节历 它的 这个 土纳法 一看一笔 就知道谁 是属于什么 这个父母 是谁 父母亲 是谁 它的 这个 根源 在什么地方 那 在这个 易经流的 小念头 节里面 它有一个东西 它叫起掌 起掌 起掌 丹朝阳 这个 就是 百合永春 拳的 丹支 朝阳 式 所以 我们从 这个地方 从这个 易经的 永春 拳里面 这个 拳节里面 我们事实上 可以很清楚 的考证 用政绩 让政绩 说话 说它是什么 东西 很客观的 那我要 这个 在这里 和大家 分享一个东西 要很小心 的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 袖底旁 就是袖底镜 这是什么 东西呢 那这个 袖底镜 在这个 《儿媒十二庄》 是有这个解释 它说什么呢 重镜 何如 袖底镜 前心 急重 后心 通 原来 力是 非常力 脆镜 清收 异动 中 所以我们 如果要说 这个永春 拳的 寸镜 就是这个 东西 那我们 一直在 这个 听说 大家知道 这个古代的 这个 各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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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前辈 上一辈 都说 啊 这个 这个永春 的 春镜 可以破 七宫啊 什么 之类的 它就是这个 东西 它其实就是 二媒十二庄的 秀底镜 这个也可以查 它是什么回事的 事实上 今天的 热智 冲锤 是演变 从秀底镜 演变出来的 在 18 40年 那个时候的 易经 的这个 小念头 诀 和易经的 这个 小念头 道路 是没有 热智 充锤的 有的是什么 秀底镜 所以 这件事情 你去看 这个 这个 除非是要 人家改了 如果说 依照 诀 易经 这个 先生的 诀 练那套 小念头 那是没有 热智 充锤的 可是就有 秀底镜 因为他开始 就跟你说了 神迹指导 秀底旁 秀底 就是秀几镜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 易经 小念头的 功夫 赤地 那你练一个 功夫 不是在 好像在电影上 在演演 这个练一套拳 那不是这样的 那古人 是很这个 很科学的 那虽然 他们不说科学 他们说 因果 事实上 依照 易经 小念头 诀 这些 这个手臂 编出 恒力经 神迹之爪 秀底旁 贤 贤 自然顺脉气 长辈 向外神意诸 翻掌 抽禅 对心 方 当称相称 当横相称 何去运 这个小念头 练这个小念头 它事实上 小念头 外练筋皮股 内练一口气 它至少有三个 次第 第一个次第 就是心 以 动作 和 第二是 心 动作 和 呼吸 和 第三是 心 动作 呼吸 和 气脉 和 这样子 这个东西 才可以兑现 才可以练出来 这个是易经小念头 如果你要真的要练到这个 所以玄晦自然 顺脉气 你没有到这个 第三个次第 那绝对不可能练出来的 那你说到第三个次第 你没有这个所谓的 外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你开玩笑 所以你说这个 比如在这个地方说 他说这个 除了李小龙 刻意去练健身 这个燕永春泉 是保持在一个 体弱之人的形象上 那叫开玩笑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永春泉的次第 没有练过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 是这个 是什么一回事 那 这个 第一个次第 很重要 这个就是所谓的 外练筋骨皮 你这个筋骨皮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深蹲 我们现在用科学来说 这个件事情 让大家可以听得懂 你做一个深蹲 你前身的肌肉 主要的肌肉群 就会运动到 所以你要爆炸力 你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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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筋骨皮 要练到筋骨皮 你要有这个深蹲 还有呢 你要这个 做这个oblique 就是这个旋转 那这练这个 痕迹 这个oblique muscle ok 这样子 你的core 你的身 和你的背 才会有这个 有这个 有力量 可以做爆炸性的行为 因为打 这个你说武术 武术一定是快速的 不可能是 是慢慢吞吞 在那个 在舞台上 在那种 这个演电影 那种表演 所以这个 外战筋骨皮 很重要 那是第一次机的东西 内战一口气 这个相当重要 这个是什么 这个内战一口气 就是第二次地 这个一口气 就是你的耐力 如果我们以这个 少林全经背药来看 这个提应尽用之法 提尽应用之法 少林这个全经全法背药 提尽应用之法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大凡应尽之法 在乎气 这个气是做 呼吸 不要会错译 这个呼吸之息 吸时 前凭呼下之应之 就是他可以做 很深的呼吸 也就是说 以现在说 stamina很好的 因为你可以做深呼吸 这个很深的 小呼吸 你的那个呼吸量 可以比你的胸 呼吸的呼吸量大 至少三四倍以上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少林全经说 盖周身应量 气为之先 他说若气不在小腹 而在胸上 这上死下虚 下腹 必不能坚固 紧密 那练全都当然要紧密 不紧密 那干嘛 这个是在表演吗 那如何起胜于人也 所以他说 呼气 止力也 呼吸就是力 全家之根本 所以在第二个赤地 小恋头的第二个尸体 就是练这个 心 以动作和呼吸 合 所以才有这个东西 单痕相仓 合气韵 这个就是仓 在仓的时候 你要知道 怎么呼吸的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赤地 所以练功 是赤地 不是说 这个 好像电影上 这个叫小恋头 你就是 这个一样画葫芦 画它两个葫芦 就是练小恋头 那要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一个赤地 那我们在 事实上在 额眉十二章 额眉十二章 有九个赤地 那一记周全川先生 我们这个 很有名的周全川先生 这个额眉十二章 周全川的代表人物 现代代表人物 周全川 他有九个赤地 从打钳 只练架子 不配呼吸 不修脉 到这个所谓的 修脉结合 到这个 闭目 这个修观 观这个五脏六腑的 这个气脉 到这个 望生化光 这个望生化光 就是相当于 这个 这个 气功 这个练到这个 佛教说 这个味道地定 之类的了 你看到这个化光 光自我 我是光 到最后 还是动静无哀 练神还须的 火候 所以这不是盖的 不是乱吹的 知道这个有赤地 那 比如你说 要练小练头 你功夫到什么地方 你自己知道 所以绝对不是这个 所谓的 这个 保持在一个体型 体弱之上 那一回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教育问题 大家要知道 到底是在搞什么 这个 所以这个是 练小练头 是有赤地的 永存前是有赤地的 不是说 谁说的 算的 而是事实证明的 那我们看 刚才说 这个是功夫 功夫 赤地功夫 我们也刚才 到了这个地方 你看 我们刚才 叶问宗师那边 我知道说 和这个少林 有关系了 这个是 很明显的 我们刚才说 这个一经小练头 我们知道 他 和他有的关系 他和儿媒 十二庄的关系 他和百合 永存前的关系 这些都是 以正 以正记 客观说话 而不是说 谁说的 算了 是这样子 而且这里 有赤地 你练小练头 你要这个 虽然说 是一套拳 你要练出这个功夫 有这个赤地的 那现在我们 要看这个 因为短打 你要作战 你作战 总是要有一个方法 不能胡搞吧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 在这个前经被药里面 这个写得很清楚 短打 身法 这整个写得很清楚 这个 你看 这个是 玄机和上图 那个时候的图 你看 在这个 少林前经被药的 是粘着的 你看它是粘着的 看这个 这个学法 大家可以在 如果说有下载的话 可以看 这是 比如说这个 紧粘敌人脚 紧粘敌人脚叉 你看 是不是 这个尖 粘着它 这个脚 粘着它的 你看这个背后 是不是也是 粘着它的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短打 那这个也就是 所谓的 叫做 锦衣门墙 是 依着它的 哦 那 我们可以在这里 看一个东西 就是它以这里说 无仇为良 就是说 情绪 情绪要稳定 不是好像 现在的一些 永春泉的 这个电影 在说 哦 你 永春泉 以仇为心法 你开玩笑 你仇为心法 你的身体 有情绪化 你还能 应用出什么 这个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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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 生的 功夫吗 你这个 一旦有这个 仇 这个 有这个 情绪 你的这个 身体的 身心的操作 就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少林端 特别和你说 无仇为良 所以不能自己说 这个 喜欢怎么创 哦 我的永春泉 我Hendrick的永春泉 我就说 以仇为 这个心法 那叫开玩笑 就是说 这个是我的 牛顿定律 那牛顿定律 本来就是牛顿定律 还有我的 牛顿定律嘛 那在这个 拳法备药里面 有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打法 哦 比如说 他说这个 短打 胜长前和也 刚才我们说过了 长来短戒 灌入身 入身跌破 好惊人 这个 离果打开 左右脚 这正身打进去的时候 是打左右脚 外国打入 这个 这个窝里寻 就是从外面打 这个外门打进来的时候 是打 是怎么打法 这个是从 这个打正弓的时候 是怎么打法 这打中弓 这打赤弓 怎么打法 还有说这个 若可胜 若可以 这个敌强和也 怎么 若怎么和这个敌强的打 那可以这里说了 偏闪 偏闪 空飞 拔山力 就是你不要和他去顶 不要去泄力 你连碰都不能碰 所以空 空飞 拔山力 就是从而你有拔山的力量 我根本不要 我根本就是散开就好了 我干嘛要去 去泄你的力 那这个地方很重要 他说 让中不让乃为家 就是说 你要我的地方 我给你 我让给你 就是我散过去 那同时呢 这不让 同时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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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 打击你的 你的要点 就是我们来兑换 你要我的 我给你 那不过我已经走人了 那我要你的 我就算好 你 你当你得到我所 你得到你所要的时候的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那边 就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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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你 这个东西 开来翻弃 向他力 这个相当的重要 开来翻弃 就是什么呢 指武中正 头身 不偏 这样子呢 敌方呢 在做变化的时候 你是跟着他变 因为你不是偏歪的 你跟着他变 向他力 什么叫向他力 向他力 就是 前 重 心 发 所以这一季 开来 翻弃 向他力 就是说 指武中正 我们的中轴 也是中心线 是正的 是可以转的 可以 这个 印着 这个 这个敌方 来转动的 那我们是 全 重 心 发 全是从我们的心 这里发出来的 所以就向他力 你向着他 你对着他 你要打他什么地方 你的心 是对他什么地方 那叫做 全重 心 发 所以这个就是 指武中正 打他的这个 心向要打 心是对着 要打的地方 就是全重 心 发 这个 你说这个不是永尊权吗 那 这个要小心 让中 不让乃为家 那让 那就是要 偏闪空费 拔三利 所以 这个七级光 将军说的 不招不驾 只十一下 犯了招架 只有十下 闪过就算了 那就一招一 这个不招不驾 只十一下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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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经 全法 被要 就写了很多 这些 还有这个说 这个 邪行 并 散步 那我们永尊权 现在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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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的 全决 一直说 这个 来流 西宋 脱手 直冲 你看直冲 那 邪行 并散步 那就是 以现在的话 是什么呢 另外一节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以散为敬 所以呢 以散为敬呢 是破 直 逃冲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逃字 不是跳字 这是错字 这个是 破 直 逃冲 那 所以呢 这里还说 避冲 辉携 四难党 跳直 逃直 非散 焉能防 所以 永春权 并不只是说 有这个直冲 他还有以散为敬的 所以我们看一些 这个 古永春的全节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有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个说 这个生活 如果 怎么超迟 那他说 这个 在 收放 这个卷书 特别说的 书少 卷多 用根起 书是什么 书就是张开 卷 就是收 那 这个也就是 可以说 这个 这个也就是 生 刚才我们说 这个永春全节 有一生一说嘛 这个是生 这个是说 所以 书找 这个卷多 用根起 这不是现在 这个电影上面 比如你看 叶问 电影上面 这个摆出那个 那个 那个 之所谓的 问手 那个摊手 放在前面的 整个身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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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展出去的 不是那个 那叫做 所以大家如果 可以看这个 叶问三电影 这个 胭子丹 和这个 麦 泰神 对打 事实上 那个 麦 泰神 才是 书少 卷多 那个 那个 胭子丹 那个时候 是叫做 一直在 这个 书展 根本 没有 卷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了 应该是 书少 卷多 用根起 一发 难留 无边际 就是说 你展了 展了 你发出去 你展了 你如果不快点 这个卷回来 收回来 那你就没有 边际 这个是 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 这个东西 你不但没有边际 而且你的那个 你事实上 是已经 这个 自己大开 这个是 变成 这个自己很多 这个空位目标 给人家打击的 然后这里说 不如 长手在心头 这个 长手在心头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现在 永春泉 说的 手 留 中 就是 长手在心头 那 这个 最后 他说 天花 如何得 今也 他说 再熟 不再多 这个叫 熟 再多 那这里 顺便说一下 他说 虚知秘密 要无差路 这个是一个 南方话 以现在 的话来说 就是说 你要把师父 交给你的 要点 很 仔细的 练好 然后啊 把它练得 很熟 所以这个 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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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前进 前进 前法 备要的 采 这个 采样 sample 给大家看 大家 应该是把这个 前进 前法 备要 来 拿来当我们的 这个永春泉的 标准教科书的 因为这样子 才不会说 这个 我这个 这个 胡搞一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很多 永春泉的 东西 那 这个 全经 全法 备要呢 其实呢 当初 唐豪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 历史 这个武术 传统武术 历史 考证叫唐豪 曾经到 河南 考证过的 所以呢 你看 他考到 考证这个 玄机和尚 这是一纸的 所以这个书 是也是 很多人考证的 不是说 一个人说 算了 就是说 怎么说 就是 就是算术的 那 所以我们大概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从 这个 叶问中师 到 易经 先生 到 少林 这个 我们看到了 到底其中 是什么一回事 看到他的 势力 他的 打法 那 我们现在 接下来 我们要看 这个 往后推 往前推 推到500年 就好像我们有 夜光宝和 往前推到500年 我们来看 这个呢 是 去济光先生 前经 节要篇 他说 短打 以熟 为乖 乖的意思 就是说 以今天的话来说 是为上乘 短打 你就要熟 中平事 那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 也许 这个 有朋友 已经知道 他是谁 可是呢 很多朋友 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个人 相当重要 这个人 是唐顺之 他做了 五篇 七季光 这个 前经节要是 七季光做的 那五篇 是唐顺之 做的 那唐顺之 是谁 唐顺之 可以说 他就是 七季光 的老师 因为 七季光 有向他 学习的 那唐顺之 先生呢 在他的五篇 说了一段 很重要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 常全 便是 短打 不便是 毕竟 用短打 这是唐顺之 先生 像差不多 五百年前 说的 那我们 以现在的话 来说 他是什么 事情呢 常全便是 就是 常全 这个几打 一招 不灵 可以再换 另外一招 比如我 直攻 中门 不灵 我可以 走到 赤宫去 赤门去 然后从那边 脚也好 或者是说 我之前 中平权 不好打 我就用什么呢 把它变成 比如 披挂 抛 之类的 这叫做 常全便是 短打 不便是 那短打 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短打 险 静 因为一旦 入身 短打 一旦入身之后呢 他是 静和弦 他呢 一旦入身 打 摔 哪 都是 反反相扣的 他见到 聊就 发了 这个 对方 无反抗 自力 维持 身为 不便是 就是你一进身 你一碰到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 一直打下去 这个就是 短打 的特点 然后呢 那 他是说 毕竟用 短打 那就是什么 短兵相戒 这个 贴胸 靠背 这个 念手 抵住 我们说要看 短兵相戒 这个 贴胸 靠背 念手 抵住 你看这个 是不是 你看 这个 是不是 念手 抵住 贴胸 靠背 这 少林 是不是 所以 你看 我们可以 推回来 从这个 叶问宗师 推到 易经先生 推 这个 推到 这个少林 推到 这个 七纪光 先生 推到 唐顺之天生 我们知道 他是什么回事 我们在当时 也知道 额眉十二桩的事情 那 我们从这里看 唐顺之先生 也是 明朝的 将军 七纪光 大家不用说了 是将军 他是军 这些都是 军中的 这个 比如说 你说 七纪光 将军 训练他 三千 这个 军队 去打谁 打这个 日本海盗 倭寇 这里说 短兵相戒 这个 这个 贴胸 靠背 这个 环房 相扣 打贴 拿 见了 这发 对方 无反抗力 为此 称为 不辨事 这叫 短打 那我们看 这个东西 他说 永春权 他不是 属于 兵营 技术 传承的权 就说 就说 我 这个 磕磕碰碰 揉揉包包 就能把别人 速度力量的东西 全化掉了 你必须掌握这个方法 才能刺杀 一等武将 这个简直是 什么呢 简直是盲人 说盲话 如果你真的了解 中国武术的话 我们看这个 唐顺之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将军 七七光 是将军 这个 刚才所说 什么 揉揉包包 只不过 就是短打的一种 那 这个打法 有长前 短打 人家五百年前 已经写好 那 你说 这个 之所以的 之所以的 这个 揉揉包包 然后 之所以的 保持一个人体弱 形象 去当个刺客 你开玩笑 就是好像什么呢 好像你看了电影 那在电影 学了之所以的 刺客 涌春圈 你跑去和国家的一个 那个 那个特种部队 去 去暗杀他 去刺杀他 那你开玩笑 那一招 毕命的 不是那个 特种部队 而是你自己 所以这个东西 这些 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武术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是把这个 摊开给大家看 七纪光啊 他在写这个 前经节要篇的时候 他说 世事相成 一抵止胜 变化无穷 唯妙莫赤 人不得归子 为之神 这个当然 这个就是 这个传承 以顺子病法 这个 虽无常行 那一段 要搞清楚的是 在七纪光 那个时候的 世事相成 变化至低 有上有下 你看这个 前经节要就知道了 他有长权的 他有短打的 短打是靠身的 他有这个 暴跌的 他有地战的 和今天 长权的 暴跌的 地战的 短打的 没有不一样 所以今天说 我们打MMA MMA 那你说 这个 七纪光先生 五百年前 已经跟你说了 那而且 我们现在知道 七纪光先生 所说的 这个 是 就是动量 或充量 物理学来说 是MOMENTUM OK 所以 如果真的 要这个 这个 学 永春全 这个了解 这个中国传统武术 你这个东西 通通要了解 我刚才说的 这个东西 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而是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把 这个事实 这个资料 摊开来给大家看而已 这些东西 如果不懂 那何来学权 何来当什么 这个 这个门都没入 你说这练权 那你没有赤地 那你 你怎么入 你练到 那个功夫 在什么地方 那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他说什么 他说 一个前进 他的前进 不在这个 脚 前脚之地 甚至是一个 这个 长竿的大枪 好 那我给你看 永春全 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古代说 这个要杀人 你要杀他心服口服 事实上 我们这个 七七光将军 五百年前 长顺 唐顺之将军 那个时候所说的 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一个momentum 物理上 我们可以把那个 引带进去物理的 所以在西方 事实上 我已把这个 古代的 通通放在物理平台上 因为这样最好 最客观 不要说我是宗师 我就可以讲这个 那没有谁是谁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依法 不依人 我们在说这个 物理学 以事事相成 这个环环相扣 快速运动 你这个 这个 事事相成 环环相扣 那是很快速的运动 那在这个快速运动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 充量 动量连理 这是imposed momentum theorem OK 这个你看它 关系到的力 F就是力 M就是这个 M就是这个 重量 V就是那个速度 T就是时间 所以你说 在这个 如果说 这个 这个 以物理来说 事事相成 就是在说什么 来交换 动量 交换充量 这个 这个也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 这个 去分析 而且是 一次 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那比如说 这个东西 这个 力 是这个 体重 这个体 这个重量 力是重量 和这个 叫做 这个 速度的变化 除上于时间 那是什么呢 在这里说的 这个脉冲 对不起 充量 imput 就是这个 力 乘上时间 以一个 开车来说 你看 这个 如果说 有一个 这个 安全气能的 你撞上去的时候 那人就不会这么伤 因为你撞上去的时候 这个 这个作用时间长了 这个部分的 作用时间长了 作用时间长了 所以力也相对 这个低了 如果说 这个 没有这个气囊的 直接撞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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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汽车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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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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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上 这个 撞下去的 这个力量 这个 释放时间短 所以 这力相当 大的 所以 你放气囊 是不死人的 你不放气囊 没有绑 这个 这个安全带 你是死人的 这个可以算的 所以 这个东西 相当重要 这个东西 相当重要 而不是 现在 一般 比如说 练永春拳 很多人在搞这个什么 这个架构啊 杠杆啊 搞这个东西 这个根本就是离题的 那当然有一些作用 可是事实要知道的是这个 因为永春拳的短境 就是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这个解析的 我们来说这个永春拳 短境 机械 首先我们要了解 中国拳术 中国拳术 传统拳术 有些长境 和短境 长境是移动 这个重心 产生的 是较长时间 释放的 静 那叫长境 比如你推一个东西 那是长境 你这个身体移动了 向前冲 产生的 那个是长境 短境呢 是拧转 或以关界 抖动产生的 那是瞬间 短处释放的境 那叫做短境 所以长境 就是这个 这个释放时间长 这个释放时间长的境 这释放时间长的境 这个就是长境 短境 这释放时间短的境 就是释放时间短境 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 不是笨蛋的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 那个老祖宗 没有这个 现在这个物理 他们知道是什么回事 好 所以我们看这 永春短境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这个 秀底境 永春前的秀底境 他怎么说的 脆境 轻受异动中 脆境 脆是什么意思 脆 清脆 就是快速 就是快速释放 就是瞬间短处释放 那叫脆境 所以因为脆境呢 所以他说 前心急重 后心通 这个境很脆嘛 时间很短 所以它可以很长 它的那个力很大的 相反的 如果说这个 这个境不脆了 时间长了 这释放时间长了 它就小了 所以你说这个 前心急重 后心通 可以用物理来解释的 只要你做得脆 那当然我们的 比如说 热热冲锤 那大家在现在表演 放一本书啊 那就是一个 热热冲锤 打在胸上 我说那个发神经 那个事实上 应该要把它制止 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了 那个打进去 或者是你的徒弟 或者是那个表演的人 这个老祖宗已经说了 前心急重 后心通 你把人家打伤了 那个打伤了 很多人都被打伤了 现在不知道 那留着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底 病底在那边 那谁要负职任 那要不要试验说 这个永春拳的短镜 很犀利啊 可以透赤啊 可以透啊 好像习小冬的 那个节目上说 我永春短镜可以透 你发神经 我干嘛 我这个物理就知道了 我只要控制的 那个脆 在你的腕那边的 那个控制 我就可以达到这个 那难道你说 要用这个什么 要用这个 这个 这个 要为了要这个 要这个 表演一个叫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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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子 赫子 赫子这个 赫子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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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核子的 这个物理的事情 你要把 建一个这个 这个核子弹 把整个 城市炸掉去 然后你才说 哦 你看我的这个 核子反应是对的 你用核子反应 你用那个 数据一算 就知道了 那也许因为 我是工程师 所以就说 用这个 数据算 就知道 你何必把 整个 城市 炸毁了 你才说 哦 你看我这个 成功了 那叫发神经 所以 真的 你看看 现在很多人 在这表演这个 表演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叫 永春这个短镜 那你要你的儿子 站在 另外一边 被他的师父 用这个拳打吗 拔了 万一以后 这个心脏有毛病 这个变成一个 旧疾 这个旧的 那个 那个疾病 就是我们中国人 俗称内伤 你要吗 我们知道说 中国的 这个四种 这个 这个 杀伤力很大的 其中一个叫 阵仗 这个东西 就是阵仗 所以 热日冲锤 就是阵仗 他就是以这个 原理 科学这个 原理 那 我们看 少林寺 少林寺 说什么 他说 截转 轮仿 自顶 自足 截转 轮仿 那 这个也是短镜 因为它是短打 这里不是说了吗 短镜 是凝转 以关节 抖动 产生的 瞬间 短处 释放的镜 看到吗 自顶自足 截转 轮仿 这个发出的 就是扭镜 加上这个 秀底镜 就是今天 永春的镜 这儿媒 十二桩的镜 这个是少林 短打的镜 所以你说 这个标志 狠毒 即可用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脆进来的 这些都是脆进来的 都是很快发出去的 而且 因为它是短打 为什么说到这个 即可用呢 短打很靠身的时候 事实上是防不胜防 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万一被人家抱住了 被人家抱住了 被人家抱住了 这个抱住了 这个抱住了 比如说这个被抱住了 这个下身 下盘和上面盘 这个不能再用正进 因为抱住 这个脚一抬住了 你看那个脚 抬住了 脚抬住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下盘 这个已经不能 截转轮防了 所以上半身 就要脱离式 不是正进式 正就是整体 不是整体的进 而是用脱离的进 那用脱禁 或扭动 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 拧转 或者是抖动 弹抖 攻击它 之所以 长伤之时 这个打 这个 打 打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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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攻击 打尾巴 头攻击 就是这么回事 好 所以 这些都是物理的 好 那这个 说回来 你看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 永春拳 还有一个 他的 拳 静 他手 静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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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脚 之力 他静 其实手上有一把 长干的大枪 那叫做 春秋大梦 你连长静 短静 都不懂 你连永春拳的 发拳的 那个 那个机械 工法 都不懂 那讲什么 永春拳 讲什么 永春拳 是这个 是什么 刺客拳 所以 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说 大家 大家 学永春拳 我们有四百万人 我不过是 其中之一 我今天可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是 工程师 我把这些 数据 在我 到这个 东方啊 到亚洲去 这个考察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把这个 通通 数据 给他 整理出来 所以今天 可以 给大家看 我不是什么 什么 什么大师 高师 不是 我和大家一样 只不过 把这个 呈现给大家 这些都市 数据 以工程师 手法 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 有这个基础 不要受人家的骗 然后还说 这个 比如说 这个 一代宗师里面 他说 这个 永春三把福 瘫绑福 那对吗 不对的 永春四个 基本手法 是 以古节来说 是 瘫福 静中长 绑走柳下坊 骑走 复心旁 旁 这个 贪福 它是一对 一对 贪福 静中长 它是一对 旁走 和起走 是一对 所以你说 这个 这个 泰榜福 这个 永春 三个福头 泰榜福 我说 你做春秋大梦 那你们演电影的是 很行 那是你们的专业 可是你们没有 任永春全 你们没有考证 永春全 你没有这个 实在的这个资料 横五百年 创业五百年 来看这件事情 骑走 呼凶堂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冲绳五辈子 从中国传过去 这个一七七百年 那个时候 经过 七级光 将近之后 全数 中国全数 就有一个演变 演变之后 那个时候的演变呢 就是有了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 大家去看这个 这个七七光的 全境解药 可以看到这个 要四四相成 就是说 它可以从 长拳的这个 这个 是 打进 短打 从短打 打到地战 可以变化 而且它可以在里面 打 它每一种 进法 是不同的 那 这个东西 是1560年 那个时候 那后来呢 这个就演变 那个比如说 白鹤 永春全 也有这个 受到这个 因为这些都是 明朝的演变嘛 然后到后来的话 到这个 这个冲绳的 这个五辈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 你看它写什么 短打 穿心 守 公 知 圣也 短打 穿心 守 公 知 圣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骑轴 这个就是 骑轴 旁轴和 骑轴 是一对 你有 绑 没骑 那你开玩笑 你要打 正中攻 的时候 你怎么打 你说 冲前 冲前 你冲进去 在中攻 的时候 你需要 这个骑轴 这个已经在 几百年前 就有的技术 所以 你说这个 一代宗师 这个 探绑佛 我说你那个 连门都没入 你这个 传统武术 不是说 导演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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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 大师 篇导 说了 算了 是我们 中国 祖宗 的文显 记录 说了 算了 不是任何人 包括我 说了 算了 没有一个 宗师 说了 算了 除非你是 创立 永春圈的人 那我们 说 纵横 五百年 从 1560年 到1972年 今天是 2017年 我们知道 它的细节是什么 虽然我们还没有很精 可是我们知道 大概怎么样 就是好像工程 这个工程师 包一个工程 我知道它换围在什么地方 所以不会说 一些离谱的话 不会说一些这些 哦 永春只是三板符 你开玩笑 那我的那个 那个中宫怎么守 我怎么 怎么 怎么 覆我的心旁 然后那个 说了这个 这个 短静 长静啊 然后这个 这个头不躲啊 那个位置啊 那这些位置 刚才这个已经说了 在这个地方 不是说了吗 让中乃仗 难中不让乃维加 开来翻弃 向他立 偏闪 空废拔山立 那里还有什么 头 这个叫做什么 头 这个 头不躲 你发神经 你去和那个西洋泉打打看 事实上在明初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西洋泉是主公头 你看看那个 那个 那个明初的时候的事情 那你说的海外 永春泉教练 我是在美国 我是海外的 可是海外又怎么样了 海外不代表什么样 五百年 纵横五百年的老祖宗 才代表 可以 才代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传统武功 才代表永春泉 那你说这个 夺位 这夺位 已经在这个 已经说得很好 已经很清楚了 对不对 这些脚 粘住的 你看这个 步道 身旁 叠见伤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你看 下盘两株 管在尸 用两 这个下盘脚 管着它 对不对 所以 你说 这项的东西 上得了台面吗 那 还有 你说这样的东西 上得了台面吗 好像有人说 这个我们看 我是华侨 我这个 中国历史读不多 所以我这个 说 这个说话 也是说得不好 因为中文不是我的语言 你看人家 这个 这个革命 是用命去革的 真的牺牲 就是牺牲 为国 为民 那里还要搞 这些风花 学业的 你强 我强 那世界上 有你说 有什么 天下无敌的 一代宗师吗 连武汉曼阿里 那个前王阿里 可以一辈子当前王吗 那想嘛 知道 所以呢 这个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这个是史大开 史大开所写的 史大开为了自己的经队 保自己的经队 灵验被 灵池除尸 史大开 年轻 逼到真国 凡 很难堪的 所以这些 是我心目中的 中国人老祖宗的 这些都是英雄 都是这个 名师 或是祖师 不是 现在这个电影上的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讲了 长了 不过呢 我希望 这个 大家有一个 这个了解 对这个 有一个了解 这样子 我们永春全台有希望 一定要客观 一定要科学 一定要 这个 根基老祖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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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 有依有据的 而不是自己 今天我某某永春 你明天某某永春 那又刺客永春 又这个永春 那个永春 那或者是到那个金楼 所谓的金楼 你开玩笑 你觉得那个 唐顺之 这个七纪光先生 会到金楼上面 去 去 去说 这个怎么样 打窝扣吗 所以呢 文人 应该呢 就守文人的本分 不要在这个 消费 永春全 我喜欢你 就算了 这一句话